邀请到我们徐世荣教授也来帮我们致辞 我们欢迎徐教授 各位亲爱的前辈 还有大家好朋友 大家午安 首先我还是要非常感谢 各位前辈 帮帮给我这样的一个奖项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光荣 因为我觉得 我比较觉得光荣的一个面向 是来自于NGO团体 给我这样的一个奖项 而不是由政府 或是企业 来给我这个奖项 我非常的感激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其实很多前辈都已经谈过 我也拜托我们中勋理事长 我们经过讨论之后 也提过一些重要的 一些重要的一个问题 还有处理的一个面向 那我要另外再提其他的 我觉得 我觉得蛮重要的 也就是我在学校里面 我大概是做土地政策的一个研究 那土地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价值 土地它有经济 有环境 有人文 有人权 各个重要的一个面向 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土地政策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上手 比如我在地政系 或者我们都市计划 我们一直在怀疑 我们到底有没有土地政策 或是有没有都市计划 或是我们的国土计划 刚刚这个封连兄特别提到 也就是我们国家的土地政策 基本上都是木地事业主管机关在主导 这要特别跟各位报告 也就是我们木地事业主管机关 刚刚各位提到很多的部门计划 刚刚各位提到前站 比如说交通部 几乎拿到一半的一个经费 比如说 我们的经济部 开发所谓的产业园区 我们的交通部 有很多的前站基础建设计划 我们的科技部 有所谓的科学园区 还有其他的 我们的木地事业主管机关 他们在订他们的新办事业计划的时候 其实也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环境 影响到我们的土地 甚至也会就决定了土地要不要被征收 但是当他们在决定 他们的新办事业计划的时候 其实在目前的阶段 都还是黑箱作业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铁路要不要高价化 要地下化 交通部在决定 他跟市府决定了 他就送国安会 国安会就送行政院 马上就变成国家的一个重大建设计划 然后呢 下面 我们所谓的法定计划 环平还没有开始 我们的都市计划 区域计划也都还没开始 但是政策已定 我要跟各位报告 这个问题从过往 解缘之前就这么在做 解缘之后33年 这个行政程序 还是一样是这么在进行 也就是我们的国家的重大的政策 都是木地事业主管机关 他们自己在定计划 而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很盼请 这个未来这样的行政的一个程序 能够改变 而是在我们的新办事业计划的时候 就应该打开 我们在新办事业计划的时候 就应该要把我们今天 各位前面所讲的 还有刚刚桂田老师所提得到的 这个气候的概念 在最源头就要开始 而不是说我们在后面 一到了环境影响评估的时候 到了后面 我们土地利用计划的时候 我们再来跟他要求 但是在那个时候往往都会太慢 所以我们在学书参 我们在教书 我们一直在怀疑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土地政策 我们到底有没有都市计划 我们到底有没有国土计划 如果按照这样的行政程序 继续这么做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在后游 都是在下游 我们都是在后面 不断地在擦地股 不断地在贴股 那个破洞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源头开始 也就我们的源头 必须要把气候环境 我们NGO团体 我们不断地这么多年在努力 在源头的新办事业计划 拜托就必须要开始考量 而不是用那个分阶段 我只考量我的工程 环平下一个阶段环保署 或者土地利用下一个阶段 内政部营建署 土地征收再下一个阶段 内政部土地征收省医小组 不是 我们都是分阶段的一个思维 我们必须要提出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 全盘性的一个思维 而且是从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当你在提新办事业计划的时候 拜托 你就必须要有这种思维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其中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